Hello 大家好 我是谢人会 你的人形故事机 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咱先作业广告 2月26号 我将带队去故宫游学参观 这个故宫啊 各位各位都很熟 但是呢您应该没我熟 为什么呢 我从小就去故宫 我不敢说在那长起来的吧 但是基本上就是老去 包括我的历史启蒙 也是跟故宫有关系 怎么回事呢 90年代的时候 我跟我父亲去景山 景山您都知道 故宫后身 当年崇祯皇上吊死那地儿 对吧 我在景山那个歪拨树底下 我父亲当时就指着底下 那故宫就跟我说 你想想啊 一百年前不到 那还有皇上呢 我历史就因为这个开的盟 就对这感兴趣 所以这故宫呢 如果咱能亲身去一趟的话 除了能感觉到 他的那个恢弘的这个气势之外 也能感受到里头一些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当年 永乐皇帝啊 永乐四年建的故宫 一直到永乐十八年建好 后来呢 就一直作为明清两代的最高政治机构啊 这皇家也都住在这儿 这个理由呢 难得的保留的非常完好的历史遗迹 曾经那些大臣们上朝 那些大臣们挨板子 那些大臣们如何如何 跟皇上斗智斗勇 现在当年什么样 现在基本上还能是什么样 所以我觉得能去到这种跟历史有这种深度交流的地方 对我们了解历史呢 有很大帮助 包括您说像这个末代皇帝溥仪啊 他这个退位之后呢 曾经还有一段时间住在故宫 那您说这溥仪这么好好的一个被废了的皇上 为什么后来一定要复辟呢 对吧 他的复辟除了有人窜着之外 就没有一点他认为的正确的那种性质了吗 不一定 包括到故宫以后这些事呢 我一一跟您说 您呢就扫描这屏幕下方二维码 2月26号咱们不见不散 这个说完这广告啊 咱们开始说正文 咱今天说起美国啊 那都知道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啊 各方面实力都是世界最领先的 您就拿这次这个俄乌冲突 这个这回来说啊 美国人拿出自己全年经费的 就是军费啊 一小部分据说是十分之一左右 支持这个乌克兰 就把俄罗斯给拖成这样了 四百亿美元 对吧 俄罗斯一年是好像才 他整个军费支出才七百亿 对吧 您这个都快给俄罗斯拖垮了 这个美国这个实力强大 那可见一斑 不过啊 就是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 在历史上也有很不光彩的一面啊 曾经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 被这个敌人给攻陷了 烧带手呢 这白宫也被烧了 可是这个 美国总统所在地啊 不给您举例的了啊 这时任美国总统 仓皇出逃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就是聊聊这个 这场啊 让美国首都沦陷的战争啊 发生在美国独立之后不久啊 这个为什么乐呢 就是一说到这事 我老能想起这个白宫陷落 这种故事来啊 当然这历史上 那种事没发生过 但是这次也差不多 这个1812年 美国跟这英国人爆发了一场战争啊 史称第二次英国战争 或者呢 叫第二次独立战争 说是第二次独立战争 但其实这事跟那第一回啊 没什么关系 而且啊 在我看来 如果第一次独立战争 这美国人多少还是正义一方啊 那这回就属于美国人主动欠招啊 有那么点活该挨打的意思 介绍一下这个时代背景啊 这个当年1783年啊 美国第一次独立战争啊 胜利了 之后这美国人飘了呀 对吧 当时你想他打败的谁啊 英国呀 英国呢 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呀 让美国人给揍了啊 而且来说呢 你美国人守着这北美大陆 是不是那么大一片土地 好 我不占可惜了 所以啊 前几代这美国总统都制定了 所谓对外扩张的国策 希望把整个北美大陆 都画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里头 这扩张啊 那真是全方位的 东边大海没法扩了 向西进攻这个土著印第安人 向南跟墨西哥人打仗 向北 加拿大呀 也得打 放下那俩不说啊 就说北边是加拿大 当年啊 这加拿大是英国的土地啊 这英国之所以会有加拿大呢 也是从法国人那抢的 这个这这事您可以网上查一下 叫英法七年战争啊 这个里头的固差很有意思的 既然那块地是英国人站的啊 那就不可避免要跟英国人发生冲突了嘛 当年美国人啊 哪出生牛都无怕虎啊 对吧 这种心态啊 我们这个反正刚刚建国一穷二白 是不是打坏了 打坏了我们大不了 重新建设就完了嘛 对吧 而且怎么着 而且咱哥们打歪过一次英国人啊 再搞一下问题不大 就开始不断的跟英国找茬 而且呢 在这个时候 这英国这边啊 确实有点眨啊 就有点瑕疵 让这美国人发现了 怎么回事呢 这个事啊 咱往前推推 说到这1805年 这1805年啊 这个英国跟拿破仑打了一场 这特拉法尔加海战 拿破仑惨败 之后呢 这个拿破仑就开始大搞 这个大陆封锁政策 试图从这经济上击败英国人 这英国人啊 虽然比这个欧洲大陆强点啊 但是呢 也受到很大影响 甚至一度这个皇家海军 这兵源都不足了啊 但是你说这英国 他孤权海外 需要这大量的补给线 这个来保持这个国力啊 所以这漫长的这个补给线 也需要大量的皇家海军来保护 所以呢 这英国人就开始抓壮丁 那真是碰上谁 谁倒霉啊 当时的大西洋上啊 有不少美国船只 这美国当年是中立的 那英国人不管啊 已经抢胡眼了 对吧 很多被英国人碰上了 哪管你什么中立国呢 抓回来 就俘虏了好多美国船员 强迫他们加入这个皇家海军 一来二去 抢的人特别多啊 根据统计啊 从1805年大陆封锁开始 到1812年战争爆发 至少有15000个美国人 被迫加入了英军 这还不算美国船上那些 什么他国移民啊 黑奴啊 这帮人 这都没算上 是15000 咱实话是说啊 这英美啊 毕竟是同根同源 虽然这个 第一次读书院长 打过一仗 但是呢 这民间呀 还算比较和气 不过这英国人 这种抢人 您这好人口翻的呀 您这事 这种行为 让这个美国民众 就很生气了 民间呢 就爆发了很多反英的运动 哎 美国政府一看 好 想吃冰下包子 对吧 想喝奶 他妈来了 想娘家人 小舅的来了 是不是 我这正想怎么干你英国人一票呢 怎么干你英国人一票呢 是吧 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拿得了 那装吧 哎呀 很生气啊 对吧 强力谴责这个英国人偷天罪行 支持民间的反应情绪 于是乎 1812年 美国正式对英国宣战 当然了啊 这个我说的这个战争背景啊 是他的其中的一个说法 因为什么呢 关于第二次独立战争的起因 到今天这美国人自己都有争论啊 您去危机百科英文版的那个第二次英美战争 您那个页面 您搜一下 好 那光是这起因这一段好家伙 那就给就就够您看一会儿了啊 不过有一点啊 毋庸置疑 美国人啊 早就想这个把这加拿大给抢过来了 至于什么原因给你英国人开战 那在我看来都算是借口 美国人为了这场战争呢 那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啊 提前集结了三万五千啊 军队 这相当于什么呢 这相当于第一次独立战争期间 美国大陆军前见后 加一块 那么多人 打仗打到后勤啊 对吧 美国人后勤方面也下足功夫啊 陆军部下属什么军需部啊 军粮部啊 两个部门 分工协作啊 为前线士兵提供后勤保障 而当时的英国人呢 那就没什么准备了 1812年啊 欧洲大陆才是这英国人重点 拿布伦呢 在1812年夏天 率领六十万大军远攻沙俄啊 当时最后被打败了 这英国人出钱支持沙俄作战 同时在这个西班牙的伊比利亚半岛 这英法两国呢 也有大量的主力牵扯其中 史称半岛战争 关于半岛战争 还有法国远征沙俄的这个故事呢 我在原来有一张专辑 很早的音乐谱写战争里头 这两个战争我还都说过啊 那要有兴趣的可以听一下 甭管怎么着吧 英国当时在欧洲啊 难以脱身 那会儿在加拿大驻守的英军 一共才六千多人 人数少装备不好 而且属于那种三四线的部队 于是呢 这个守备加拿大的任务呢 就只能落在了他们自己身上 当时的加拿大没独立 内部分好多派 有反对美国独立 从美国逃亡过去的 有最早跟那法国人留下来的 还有那印第安土著 平时这几派人啊 也相互斗 对吧 包括您看到今天 那个整个加拿大 您像魁北克 就是法语区嘛 对吧 还有英语区 这都是当年的遗物嘛 不过这会儿呢 这帮人看了这个美国人 攻过来了啊 放下成见啊 一起跟美国人作战 反对美国独立那帮人 就甭说了啊 在他们眼里头 南边那堆美国人 那就是一帮叛徒啊 对吧 你连这个国王都能背叛啊 叛党 我这还想怎么反攻你呢 对吧 你现在主动送上门来了 干你呀呢 法国后代呢 信仰什么呀 天主教 美国这边呢 新教 怕这个被美国人占了以后 我们强迫皈依 新教怎么办呢 那没立足之地了呀 揭干而起 印第安土著 那就更甭说了 谁打美国人 谁就是我朋友啊 这几拨人同仇敌凯 要跟美国人玩命 美国人那边不是飘啊 对吧 准备充分啊 开打之前就没把人家放眼里头 当时这个美军中啊 流行一句话 这回就是长途拉链 对吧 王师所到之处 敌人纷纷投降 老百姓单时呼降 以赢王师 对吧 甚至啊 有国会议员 他说的话特狂 四个星期之后 这加拿大可就是咱的一周了 是不是 咱是不是应该先把加拿大这个州的形成给规划一下 把这官员给分配一下啊 是不是到会儿 那会儿没人上任怎么办呀 就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人兵分三路啊 进攻加拿大 东陆军要占领蒙特利尔 奎贝克 中陆军占领多伦多 西陆军呢 从底特律出发 和这中陆军会师 进攻这个重要的一个要塞 叫金士顿 之后呢 三陆大军啊 胜利大会师 兵和一处将大一家 把这英国人赶到海边去 再由海军消灭啊 这个英国势力 在这北美大陆就彻底消失了 这个计划啊 咱说实话特别扯淡 跟这个去年 二二年 普沙皇啊 特别军事行动 有一拼 没想到啊 这三陆大军一出发 都吃了白仗 之前说了 在意大利兵手 那玩命啊 尤其是那帮法国后裔啊 信仰这事 拿着这 头可断血可流 信仰不能丢啊 在那个年太重要了 比命还重要啊 而且呢 这加拿大人打仗很聪明 我知道人少装备不好 不能跟美国人硬刚 对吧 刚刚正面我就输了 非常快乐的 加拿大人A了上去 加拿大人就打出了计计 对吧 那怎么办呢 利用地形优势 且战且退 派少量的部队 拖住美国主力 哎 然后呢 游击队骚扰他呀 伏击他呀 对吧 消灭敌人的各种有声力量呀 与此同时 这印第安土著呢 也对美军的后勤 进行了全天候24小时的偷袭 美国人本来就不好的后勤 血量加霜 说到这儿 有人说不对呀 你不是说美国人后勤准备充分吧 是 想的特充分 特好 军需部 军粮部 两个部门 相互协作 实际操作的时候就有问题了 您看这俩部门的名字 军需 军粮 你这里头就有责任重叠的问题 举个例子 有一队后勤补给车 既送粮食 也送武器弹药 那你说这后勤队谁来负责 那这两个部门 那就相互推卫呗 这种官僚体制很正常啊 反而影响这后勤补给 总而言之 本来计划什么 四个礼拜赶英国人下海 结果呢 声声打了两年 到了1814年 美军加拿大军队 还跟边境这儿 对峙着呢 这美国人稍微往里进了一点 但是很 但是非常浅 深处浅出了一下 这个别看美国人这边没什么进展 这英国人啊 回国味来了 这一年 其实严格说是1813年啊 半岛战争结束 这英国人呢 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抽身了啊 回头一看 你美国人好太怂了 您这连我这13线部队都打不过呀 出兵吧 派出了4000部队啊 4000大军 登陆美国本土 怎么派这么点人啊 这4000人啊 百战精锐 总指挥是谁呢 英国元帅 英国陆军元帅 威灵顿啊 手下的得力干将 罗伯特罗斯少将啊 这罗伯特罗斯 虽然这没有威灵顿名气大 但是当年人家可是跟拿破仑打过仗对过线的 而且没吃过大亏 现在打你美国人 那这已经是大炮 打苍蝇 大才小用了 这4000多人登陆美国之后 那没有遇到什么向上抵抗 直到黄龙 奔着这皇上顿就进军了 当时的美国啊也确实没今天怎么成熟 这情报机构也是一塌糊涂 那会儿他们一看这英国人登陆啊 这英国人来了 他们要去哪啊 后来一算啊 这个拿这个罗盘什么的 反正天零零地零零一算 英国人的目标啊 巴尔蒂摩不是我们华盛顿 没事 但是各位啊 巴尔蒂摩跟华盛顿相距60公里 比北京到天津还近 当年的路况行军一天到了 这而且这美国的情报伍人吃饱了撑的 您就算他真是巴尔蒂摩 离首都这么近 您是不是得防一下啊 总而言之吧 这个英国人都公道离华盛顿几十公里了 美国人才反应过来 这是冲着我首都来的 再调兵来不及了 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蒂逊 仓皇出逃啊 华盛顿陷落了 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首都陷落 比大清朝还早了快五十年 英国人呢 占领华盛顿之后 那这恶心你 报复你的机会啊 这怎么能放弃呢 在这罗斯少将的授意之下啊 英国人就放火 焚烧了华盛顿的所有的政府部门的建筑 当然了 包括白宫 不过说实话 至少我看到的资料啊 英国人没有主动去烧这个民用的建筑 这个呢 跟他五十年后攻北京城干的差不多 英国人虽然占了美国首都啊 但是在其他地方进攻不是特顺 毕竟人家就四千多人 最多的时候四千五百人 美国人这边也不是吃素的 当年打败过你一回了 我打加拿大人不行 打你还不行吗 反抗非常激烈 像什么马里兰啊 纽约啊 新澳梁啊 这三场战役 这英国人都没取胜 这呀也让英国人有点吃不消 毕竟他们的主要经历在欧洲 对吧 拿破仑还跟那戳着呢 因为美国这点事分心没必要的 美国这边呢 也刚建国啊 这个军经济啊 军事实力还不发达 这几年仗打下来 这美国突出现了通货膨胀 百分之十五了都 民间反战情绪非常高啊 双方那就都打累了 坐下来谈吧 谈判结果呢 也基本上双方都比较满意啊 很快就签约了 叫根特条约 美国人承诺啊 我们不再觊觎加拿大的土地了 以后我们绝对不再打了 英国这边呢 也承诺 哎呀 你们美国人的船员 我们就不再抓了 对吧 同时呢 不再干预美国内政 双方啊 算是回到了开战之前的状态 美国人虽然没有彻底吞并这加拿大吧 但是通过这场战争 也让美国人彻底独立了 之前这个英国人啊 是不承诺 不干预你内政的 所以这次呢 也应该是叫做 确实应该是叫做第二次独立战争 因为这回英国人承诺了 而且咱们得说一下啊 现在美国国歌星条旗啊 就是当年这个华盛顿陷落之后 美国有一个律师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哥啊 他写的词 他的那个词写的是真好 这个美国国歌呢 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 他国国歌啊 作词作曲都特好 那个当时这个基哥啊 看见这个白宫燃起熊熊烈火 但是呢 国旗在楼顶屹立不倒 那场面哈 非常感动 他就写了一篇 那么一首诗啊 给这首歌填了个词 说实话 那场面我一老外看着都感动 不过说实话呢 这场战争 这美国人打的确实不怎么样啊 当年向西啊 向南啊都成功了 但是呢 不太光彩 北边这个不仅没成功 首都还让人烧了 所以这事啊 到今天他老美不爱提 但是第二次独立战争 我觉得还是需要了解一下 毕竟啊 他对今后的国际局势 有很大的影响 美国人没有了北美的顾虑 反正你承诺 不会觊觎我们这个加拿大了啊 你美国人又不像别的国家似的 是吧 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 我对你这点还是有放心的呀 这样怎么办呢 英国人把全部精力 就投入到了欧洲 对付拿破仑 最后在滑铁炉 彻底击败拿破仑 同时呢 这个英国人就放弃了北美 制定了全新的殖民政策 把目光就投向了东方 什么印度啊 东南亚呀 包括这次战争 二十年后 英国人把手伸向中国 这对事儿 其实跟第二次独立战争 有很大关系 好了 关于美国首都沦陷 白宫被烧的故事 咱今儿就聊这么多 我是先生会 你的人权部署记